韩国的足球先生啊 车饭跟对对有个交集啊 不管是名气啊 和这个比赛的表现力方面都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对 毛剑星的这个速度和门前抢点的能力挑一条哎 想挑完之后过人 但是大家要注意李伟峰在对面呢啊 不是在生花啊 在对面的 生花那时候是23号 跟乔丹 跟贝干姆一个号 刚刚毛剑星啊 检查特点 两类的突击 嗯 毛剑星的爆发力的确实非常好 速度快啊 刚刚啊 这就是余涛 余涛 调号量 毛剑星 连路第一个球传过来 鼓鼎阵 这个球呢 应该是个犯规 这都是他的优点 而他这个小个呢 其实他抢 陈涛 这球应该是打在人墙上 嗯 这是想搓起来 想打一个下落 打向近角 看起来中路 投球 好球漂亮 6号中位 杨柯打球顶尽 再看看啊 哦 中间漏人了 他这个三号漏人了 没错 他是从啊 这个点就点的位置往前踏两步 对 而对方的防守队也没有跟住 你看这就是在一个无人的 还是打右路的空当 王剑星高速插上 扣一下 还是想靠速度升值 这些汤太大了 哦 自己打滑 好 这是送中国 陈涛 推右路 好的 拉开 毛剑星 直接喘 再打回来 送身后 这是找到了空当 但门将出来了 大牛啊 把头解备掉 像杜正宇啊 这就是一直是亚太的老家 刚刚 08年啊 对 08年山东冠军 山花是第二 然后09年就是关了 对吧 对 亚太是第二年应该是 刚鸿木也是因为亚太拿过一次顶级联赛冠军 这个自己才能够当上国家对角 看看 这是突进了禁区 这假摔 这个是很明显的假摔啊 我觉得他是有意去找这个点球的 看看啊 他突过来啊 你看啊 打向远点 落点不错 强点也抢到了 已经开始了重启 或者正在谋划重启的过程当中 看看这是 李伟峰啊 自己带球 大胆的进入到前场 这是要有所表现 陈涛 好好球 有位啊 我觉得他传球的实际这一下还可以啊 嗯 这太好说吧 传当啊 陈涛这球传的真好 王建青 下底 直接射门 王弘亮 王弘亮的一脚出球很好 王建青过得也精彩 王弘 再给 吴越位 河莱布观察队的位置 传后脸 机会 射门 这两个外援之间 还真是形成了呼应 在那几波 亚洲球员当中都是出色 你看这陈涛 漂亮 给身体也没扛住 谁在跟他 刚才是李伟峰 在游货往前跟他 打小的 小巧琳 这些都有 生花比水源踢得好 确实 这场比他到现在为止 都是生花踢得更好 当年这局生花在亚冠当中 没能有更好的表现 是有些遗憾的 有些遗憾 俱乐部的状况 来在这里参与 这个职业足球的建设 很有意思 这是有情有义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汉子 他对孙志士充满了感恩之心 孙继海起来 来到自己家客厅 然后呢 一个人在那默默的 拉 拉在这个脸上 这个 这个汉珠啊 李伟峰进球了 斗大汉珠 对 这是李伟峰 李伟峰进球 这个画面也挺有 挺有时代感 他当时是 对着 看台鞠躬 就是看台鞠了五个弓 这段时候说李伟峰这下 不太有功有过 仍然是投球 仍然是在小级线上 仍然是对上一个这个 个人不次特别大的文将 那李伟峰这下是摆向了 近角 李伟峰这投球能力就不用多说了 是吧 在国家队也有关键进球 就马上又来机会 全三星打出来气势的爱度的圣门 有这个TXY网友啊 对于李伟峰啊 当年在上海生花 包括他转会的种种经历呢 是有着比较 详细的讲述的 就是很 李伟峰又紧一个啊 但是没吹了 下半场这个水深山三星啊 真的就看 就是在这耍李伟峰了 换一下 果然 果然董学生换毛剑星 打击看这面容 这个倒是他 到这里边挑 看看挑在了 再打 这球打进 这脚下活是真好 对 非常好 再来看 这个球中场 这一下 防空亮吧 长传 小赫大部 扛开二维斯 挑门 被门将扑出来 然后再 确实这样的挑船 我觉得在防守这方面呢 水三星啊 确实他回防是不够的 对一 小赫大部 嘿 漂亮 跳着五样就过来了 他拿过最佳射手 这甲耀拳拿过亚洲杯最佳射手 应该就是从甲球球员这开始 优势的卫封 好球射门 漂亮啊 好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灵魂的亚冠小组赛第三轮 上海生花 二比一 在主场击败水源三星 然后三轮打完两个主场全胜 拿到六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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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